昨天跟我妈视频 听她一直唠叨到凌晨两点多钟 就是她搞不明白 现在的30多岁的这些女生 到底是怎么想的 原因呢 就是我哥昨天又去相亲了 就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哥今年32岁了 然后这次 昨天相亲的对象是一个37岁的姐姐 也是未婚啊 然后我们都觉得 我哥的性格就比较内向 然后他就比较适合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 我们都觉得他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 就挺好的 因为年龄大一点的 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 会成熟稳重一些 他俩是经过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的 然后家的微信 就是发了照片聊了几天 然后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说是挺满意的 昨天俩人就去见面去了 然后最后晚上我哥很生气的就回来了 然后就是我妈就问他啥回事呢 就是那个姐姐她本身私生条件 就是还可以 就是自己买了两套房子 然后还有一辆车 月薪一万多一点 就是因为是相亲介绍的这种啊 他跟自由恋爱还不一样 相亲的这种就是你看我的条件 我看你的条件 这是放在第一位的 然后他也看中我哥了 我哥的条件也还凑合 然后俩人就接着聊 就是昨天啊 就说了条件之后 俩人就接着开始聊 就开始谈这个结婚以后的生活 可能是他俩年纪都比较大的这个缘故 然后就是双方见了面 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接着紧接着就开始聊这个 结婚以后的这种生活 到底应该怎么过 可不可以满足彼此的条件 然后我哥就让 让这个姐姐提一提自己的条件 看我们能不能满足 就看我家能不能满足 然后这个姐姐就提条件了 然后我接下来就分享一下 这个姐姐提的条件 我觉得换位到我身上 我是就是没有办法 把这些条件说出口的 首先这个姐姐 就是他私生因为有两套房子嘛 然后还有一辆车 但是他的这些私产 贷款都是没有还清的 所以呢 这个姐姐就要求婚后 就是他自己赚的所有的钱 需要去还他的房贷 车贷 然后家庭的一切开支 就是由我哥来支出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男人嘛 养家糊口 那是他的责任 然后是第二个条件 就是这个姐姐要求婚后 不跟父母同住 我其实觉得这个要求 也没有毛病 因为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的习惯 就是晚睡晚起 他跟老年 老一辈人的习惯 也是不一样的 就时间久了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满足 这个姐姐的这个要求 然后第三个要求 就是当他们有了小孩之后 这个姐姐想让他72岁的老母亲 还有他71岁的老父亲去带 就不让我父母插手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然后我爸妈去掏钱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 正好我爸妈能落个清闲 而且我爸妈俩人才50出头 才51 52岁 然后他俩想去哪玩 就是去哪玩 手上也有点闲钱 多好呀 然后是第四个要求 是彩礼是20万 其实这个多少万吧 无所谓 只要是能拿出来 咱能拿出来 咱就给人家 就代表着咱很重视这个女方 让人家父母也放心嘛 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家庭都是 你给人家多少彩礼 人家给你回多少陪嫁 这个算是双方父母 共同去支援这个新组建的小家庭 就是让这个小家庭以后的日子 越来越好 最起码他有一些经济基础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也就是第五个条件 这个姐姐要求婚后 立马就开始执行 给他的爸妈开始养老 其实这个也没有问题 像现在咱们接受的教育 都是别管儿子还是女儿 你都是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 然后这个姑爷帮着给父母养老 给女方的父母养老 也是很正常的 结果就是聊到这 其实他们聊的都还挺开心的 结果这个姐姐又补了最后一句 就是说完给他父母养老之后 紧接着又来了一句 等我爸妈老了以后 让我爸妈住养老院 一下我哥就来气了 就是一下就无语了 就我听完我妈跟我的诉苦之后 她问我现在的这个大龄女的是怎么想的 就我是真想不明白 因为放到我自己身上 我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的 而且我也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因为我身为一个女的 我听完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都来气 就咱不能说这么不讲道理 人自己的爸妈是爸妈 那人家南方的爸妈也是爸妈呀 人家爸妈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然后让人家住养老院去 最起码咱得将心比心呀 其实这个姐姐要不说最后一句话的话 他俩没准就应该能成的 因为除了最后一个条件 我哥没答应他之外 其他的条件都可以满足这个姐姐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最后一个条件 我哥突然就觉得 可能这个姐姐人品不太好 也不能说人品不好 就是给人的感觉太不好了 于是这两个人短暂的相亲旅程就结束了 匆匆的就结束了 这两天再过两天 我哥应该会相亲下一个对象了 昨天听我妈讲完 我已经无力吐槽了 因为我感觉我也身为一个30岁左右的这种女士 我竟然搞不清楚这个姐姐咋想的 难道是想招一个上门女婿 我觉得成家过日子是需要双方互相扶持 互相成就的 像咱们看看身边那些 就是幸福感比较强的家庭 基本上都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你为我考虑 我也为你考虑的 我也搞不明白这个姐姐是咋想的了 我感觉我哥这一下 对大龄的未婚女青年都有阴影了 听我妈说 她过两天相亲的对象 是一个24岁的刚毕业的大学生 反正让我觉得不行 找个年轻的也挺好 没必要非得找年龄大的 欢迎给我留言 给他们一些参考意见 因为我是搞不懂这些 哎呀太复杂了